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页 继续讲和弦运用 怎么样用和弦 第三页 左手的和弦 这个讲钢琴 我想我们提过很多次了 你学习音乐 最好用钢琴做这个什么 辅助的一个工具 帮助你学习音乐 其他的乐器你这可以当主修乐器了 或者主奏乐器了 但是钢琴一定要做辅助的 帮你学习音乐 可能最好的就是钢琴了 不一定钢琴 键盘都可能 因为它比较完善 它有左手有右手 可以和声 可以对位 可以旋律 可以节奏等等都非常好 其他乐器没那么完善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左手和弦三种方式 固定式 手调式 综合式 那我们传统的弹钢琴不是这样弹 它是为了演奏 演奏了 我只是为了学习音乐 所以我想了三个方法 所谓固定方式就是发到咪 从这个低音谱的发到关音谱的me 发 手 拉 西 多 拉 米 很短的时间之内 很少的一个音域里面 把所有的和弦弹完 把我们所学过的 在金锁业里里面 学过的和弦都在这里面弹完 一定可以 因为它有七个白键 五个黑键都在里面 所以你把所有的和弦 让它在这个地方弹 左手弹 右手弹弦律 左手弹和弦 这个呢 首要是就 就是你那个 头一个和弦 主和弦呢 一定是 多米缩 主要的和弦一定是多米缩 那就是音域比较 扩大 低音谱的多 到高音谱的多 中间还有一个C了 中间还有两个C 三个C之间了 第三个方法是综合式 那就是发到拉之间 发到拉之间 当然你黑的时候可以上去一点下来一点 上去一点下来一点 好了我们看 这个是音域最好 这个是呢 连接最好 用手调的观念 连接 要注意所有的音 要怎么样连接 C要到多 发要到咪 拉要到说 连接 这个是连接跟音域都要好 当然这个是最理想 但是缺点呢 是这个连接不怎么理想 因为 C就是什么 Sodomene F呢 法拉多 这两个和弦好像连起来 不大理想 所以连接不理想 但是 这个是音域不是最下 有的太高了一点 有的太低了一点 音域不是最好的 这个呢 这个你不可能一下就弹出来 所以这个可能要先写 先想 不会很快 这个就会很快 这个变调最好 这个是这个 视线 看谱最快 这个方法 看谱 你这个方法会的话 没有人看谱比你快 看到和弦就弹 看到和弦就弹 你把那个基础页里的最后四页 会弹了以后 你是标准的大腕 没有人弹钢琴弹得过你 只要最后四页 你会了 把所有的和弦 通通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 看到和弦就弹出来了 视线最好 这个呢 是变调最好 你混一个调 就会12个调 混一个调就会12个调 变调 就一调 一谱最好 这个呢 综合呢 当然都好 当然这个就麻烦了 就是你要必须要先写 后谈 这是编曲 作曲 这个比较好 就你把它写在谱上的话 这个最好 这三个各有优点 各有缺点 那你回去在这个所有的 个本上 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 每一个单元之后 都有三个练习的方法 固定式 首带式 综合式 把这个看看清楚 看看清楚 有任何问题 可以打电话来 我们讨论 来这个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下面这页 就是我们第一个用固定式 我们上次讲了两个和弦 我们的流行音乐就是 C跟G上用的最多 到角色音乐 当然会变成C6G9了 可是流行音乐 就是C跟G上 两个和弦 好了 绘一个我们叫绘12个 那下面你要自己把它写出来 就是每个调的 你要先写旋律 这个F调的 这个C调 C5调 所以我们开始在 基础所要里面讲 要你训练12个调 12个调 12个调 旋律和声 旋律和声都是一样 12个调 那你现在要做 一个声 一个降 两个声 两个降 三个声 三个降 四个声 四个降 五个声 五个降 二个声 六个降 等等 12个调 那我们现在 该做什么 四个声记号 一大调 一大个 你先写旋律 然后把和弦写上去 1151 1551 我们来看一看 你的答案应该是这样 就像这样 你把调号写出来 然后把调写出来 旋律 先写这个 你要写五线谱 唱简谱 你看这个是 写的五线谱 但你要唱 咪咪 哒哒 就是写一大调的简谱 和弦 1151 1551 就主和弦 数和弦 两个和弦 我们现在学了半年 就两个和弦 但是它会12调 这个是用什么 固定式 就真一叶 所有的和弦 你要什么地方 发到咪 把它弹完 左手都是发到咪 把这个和弦弹完 右手弹旋律 你不要看这个简单 你要把这一叶 统统练得很熟 很熟才有意义 就把所有的和弦 12个大和弦 12个手气和弦 全部把它解决掉 然后旋律12个调 12个调 OK 这是固定式 发到咪之间 你的所有的和弦 都在 这个手掌心下面 手掌心 那个中央C在你手掌心下面 不管弹什么和弦 中央C都在你手掌 手掌的下面 我们再继续看 第二个方法 熟到是 这个是多到多之间 这个要保持连接了 这个是洗发说 你看 说到说 发到咪 洗到多 最好的连接了 没有比这更好的 你随便问哪个人 你不信 你去问贝多锋好了 还要比这个更好的连接 共同音保持 然后发到咪 吸到多 那Way呢 因为我们只有三部嘛 所以Way可以省略 第五音常常被省略的 不重要 没那么重要 所以第一个省略 就是第五音 OK 那12个调都这样 Domiso 洗发说 Domiso 那12个调 那你不要写和弦了 就是 G调的 Domiso 洗发说 Domiso F调 Domiso 洗发说 Dom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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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调 还是六手弹 12个调 左手弹 手调式的和弦进行 所以这个混一个就会12个 变调最快 但是你不要超过这个低音的多 也不要超过高音的多 在低音高音之间 两个八度之间 把Domiso 洗发说调 12调 Domiso 洗发说 Domiso 洗发说 那你的答案应该这样写 你自己把它旁边写个简朴 看一看这简朴 151 1就是Domiso 5就是什么 洗发说 1又是Domiso Domiso 洗发说 Domiso Domiso 洗发说 把它实际 这个 共同音 保持弧形的 这是 极尽的 Mifami Domiso 最佳的连接 最佳的连接 好了 你按这个 C调了 谈12个调 你看 你自己先把那个 调号写出来 然后把那个旋律写出来 然后就开始谈 不要写和弦 不写和弦 所以你可以根据C调 谈12个调 这叫守调式 好 请继续看第六页 第六页 中和式 中和式 那我们就是让它在发到拉之间 中央C下面的发 中央C上面的拉 发到拉之间 你左手 然后这个对 Domiso 洗发说 对了 F调呢 不是Domiso Miso Miso FaSui Miso FaSui 因为你要转位了 Miso 这个你要转位了 FaSui 了 就是 第一步在最下面 那这个第一步也在最下面 好了 第二个是Miso FaSui 下面BFaSui 下面BFaSui 一样 Domiso 洗发说 D大调 Sodomi Miso 是So 拿到下面来了 那这个So拿下来 所以Sodomi 变成手洗发 这三招 Domiso 洗发说 Miso FaSui Sodomi Sodomi 手洗发 下个调就三招 好 那你看哪一个调里面 它这两个和弦 在发到拉之间 发到拉之间 参考一下这个 一个三个 Domiso 洗发说 自己把背下 Miso FaSui Sodomi Sui FaSui FaSui Miso Mi FaSui Domiso Mi FaSui 永远这样 好 这样写下来的话 就是最佳的 最好的 音乐也好 连接也好 那么另外一章 就是你要去自己做作业 第七 我帮你写了六个调 生材六个调 你应该自己这样写 六个调 像A大调 MiMi Domiso FaFa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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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iso 那这个是什么 还像Domiso 洗发说 然后你再写什么叫 四个将 F 然后这个什么东西 F来吧 四个声啊 D大调等等 你把12个调先写好 写好这个 然后再谈 所以三招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按照我们所讲的进度 好好练习 虽然很简单 但是你要扎扎实实的练习 对后面的学习就很有帮助的 好 谢谢各位